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谈一下代词。 法国人说话是很不喜欢重复的。 如果是名词的表达, 有可能会替换一些名词来说。 例如,我第一句话提到了法国, 用了La France, 可能后面提到法国的时候, 他就会说Le Betrigoleur, 我们说三色国, 或者Lexagon,六角形国, 或者是高卢之国, 等等, 他就会用一些词来替换它。 我们这种表达方法, 叫做Perifrase, 也就是迂回表达法。 因为Le Français, 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语言。 所以, 你能够使用越多的词早, 来修饰表达同样的意思, 证明你的语言水平越高, 等于是文笔越好。 那如果再用代词去指代名词, 也就是这个名词我不重复, 那我也不用其他的名词来去替代它, 而我要指代它, 在法语当中, 这就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代词的体系。 那么任何的上文提到过的名词, 下文, 中文是省掉了, 不说了, 但是法语必须有相应的代词去取代它。 那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要讲的代词, 很多代词, 我们一点点来讲, 讲完了, 大家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了, 代词是法语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首先呢, 是代替主语的部分叫主语人称代词, 然后是中读人称代词, 然后是副代词, 泛指人称代词, 以及执兵代词, 见兵代词, 还有副代词, OK, 其实大部分的代词呢, 都是在带一类词, 就是我你他, 我们你们他们, 当然还有您, 这些人称代词。 那么在中文当中,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这几个意思, 都叫做我你他, 我们你们他们, 但是在法语中, 这些词出现在不同的语法位置, 例如主语的部分, 这个兵语的部分, 兵语也分直兵见兵, 用在借词的后面单独使用, 它都会变成不同的形式, 这就出来了这些词的, 这些不同的样子了, 其实大部分的都是在指代我你他, 我们你们他们,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类吧, 就叫做主语, 人称代词, 也就是放在主语的位置, 说我你他, 我们你们他们, 要怎么说呢? 我们已经学过了, 叫做 je tu il elle, nous vous il elle, 然后注意这个 vous, 既可以表示你们, 也可以表示您, 好, 特别小心呢, 就是要省音的部分, je 要省音, 比如 je go to, 还有 je habite la, 我住在那里, je habite, 好, 遇到原音或雅音二十的时候呢, 要省音, 这是第一个, 好, 另外呢, 这是这个连读和连诵, 我们来练一练, 第一个词叫 habite, 去处, 请大家便位, 同时呢, 要注意连读和连诵, 好, 一起来, j'habite, tu habite, il habite, nous habitons, vous habitez, il habite, 哎, 这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你刚才听到了我的连诵, 这是声音, il habite, nous habitons, vous habitez, il habite, 这就是我和连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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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订权感 ve Media Store的第一时间,